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昨天孩子们吃完鸡汤面又点餐了 都喊着要吃枣糕 只要阿姨会的,通通安排 这一周考试满足孩子们的心愿 也算是给考试助力 蹦妈今天分享的红枣糕的做法 在之前的方子上做了一些调整 少油少糖,更健康 口感接近于戚风蛋糕 特别的柔软香甜 跟着蹦妈做蛋糕了 红枣100克,去掉糊,加水煮烂 如果您家里没有料理机 直接剥掉皮儿用勺子碾成枣泥 加上90克的红糖 用电动打蛋器 把红枣和枣泥搅打均匀 打上6个鸡蛋 这一步需要注意的是 您摸一下盆子 还有余温的时候再打鸡蛋 更有助于蛋液的打发 温度太高会抑制鸡蛋的蓬发 打发全蛋需要点时间 大概是8-10分钟 打至提起打蛋头 画八字,鼻翼消失 蛋糕已成功一半 倒上50克玉米油 筛入低筋面粉140克 泡打粉3克 泡打粉也不是一无是处 少量的添加起到了更蓬松的作用 没有泡打粉 枣糕真的会磁入砖块 把枣糊倒入8寸戚风模具 轻轻的震几下 震出里面的大气泡 放进烤箱150度 40分钟 蹦妈算不算一个称职的厨娘呢 每天晚上这个时候 是我发挥灵感打菜单的时候 做饭是个辛苦活儿 但是每天吃什么 却是个废脑子的事儿 好在我一直有个习惯 把每天自己做的菜谱整理出来 记录下制作过程 记录下孩子们都喜欢吃的每一道菜 就是为了方便我从其中找到做菜的灵感 你会发现这样的坚持对待生活 你的创作灵感会越来越丰满 为了孩子们的需求 也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蛋糕烤好了 震出热气 倒扣 震出热气 昨天的枣糕烤得怎么样呢 让我先来看看 美中不足 有块红糖没有完全化开 看着是不是有点像戚风蛋糕 但比戚风更好吃 因为加了红糖和红枣 在口感上更丰富 红枣糕的配方用料比较简单 只要你把蛋液充分的打发 烘烤时间够 包您零食物 相比之前的方子 孩子们更喜欢吃这个 这是我昨天晚上花费 两个多小时的成果 还算满意 崩娃今天要做一道逢年过节 陕西人都要做的一道大菜 蒸碗黄焖鸡 说是大菜呢 主要它是陕西的八大碗之一 做法呢 其实也不难 做黄焖鸡 选用鸡腿肉 把鸡腿剁成块 黄焖鸡要好吃 腌料要够味 加盐 五香粉 胡椒粉 料酒和生抽 抓捏的过程 不要着急 持续三分钟左右 肉充分入味 再加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上红薯淀粉 记得一定要加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的吸水性强 炸出来的肉更加的干爽 表皮也更加的硬实酥脆 它更适合挂糊 最后加上油 淀粉不要加的太多 就成这种半粘稠的状态 就可以了 油温六成热 下锅油炸 下锅油炸 只是为了定型 时间不要太长 容易炸干 表面炸酥 赶快捞出 把肉装进盆子里 压紧实一点 能更好的入味 再来几块 葱 姜 八角和辣椒 黄焖鸡要好吃 其次就是大料水 葱 姜 八角 香叶 桂皮 小茴香 花椒 凉过凉油 把大料炒出香味 倒上适量的清水 煮10分钟 捞出料渣 加上盐 生抽和蚝油 调味 倒上料汁 刚能没过肉的量 也不要太多 要不然蒸出来的肉 像泡出来的 放进蒸锅 上汽后蒸90分钟 我以前很少给孩子们 吃蒸菜 不是懒呀 主要是没有合适的 大蒸锅 自从借了邻居的锅 邦妈厨房又新添了更多的蒸菜 少油 清淡 更适合被邦妈喂胖的小伙子 午餐一汤的配菜 都准备齐了 茄子好吃 就是太稀油了 今天来个清淡的吃法 少许的油 把茄子炒软 盛出 肉末茄子豆腐煲 主要突出的是酱香味 多来点黄豆酱 再加一勺豆瓣酱炒香 煎好的豆腐 垫底 再来一把金银菇 把茄子放上去 铺上肉馅 来上一点清水 盖盖焖煮5分钟 时间到 超级的下饭 提前透露一下 这锅菜 光盘了 做糖醋藕丁 最佳糖醋汁配比 一勺番茄酱 两勺生抽 三勺白糖 四勺白醋 五勺清水 莲藕要提前焯水 再倒进锅里炒 淋上料汁 盖上盖子 收制 料汁浓稠 撒上芝麻 酸甜可口 孩子们都喜欢吃 最近孩子们考试 来一个红杂花生核桃露 给小伙子们补补脑 木薯肉挺下饭的呀 孩子们都不太喜欢吃 剩了好多 你们有没有发现 笨妈的厨艺还是大有长进 这颜色这搭配 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食欲呢 想来大伙的 举个手 让我看看 快来 大伙子 张栋你能吃一颜 他妈妈跟我一起玩 快来 呃 反正这出那个 公鸡状来做 验子阿姨 嗯 想快吃 你验了好久了 你吃了没 吃了 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走走 吃 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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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员 啊 这草醋还有呗 朋友的呀 我刚吃完两份 你要吃两份 你不是昨天还说减肥呢 今天又吃两份 吃饱再减 吃饱才有力气